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范中对话备受瞩目,教宗方济各近日接受路透社访问说,范中对话存在风险,但是最佳途径,他愿意承担风险。 外交部今天对此表示,外交部相信教廷与中国对话时,必会正是中国线缩宗教自由的情形,外交部也表示充分掌握范中对话, 我政府审慎看待对话过程。教宗方济各于6月中旬接受路透社访问,表示他对改善范地纲和北京的关系表示乐观,也不是所谓教宗可能把教廷出卖给北京共产党政府的批评。 范中正进行关于中国主教任命权的谈判对话,教宗并没有透露磋商细节,但表示对话是向前推动的最佳途径。 教宗说,对话是一种风险,但他宁愿承担风险,而不是不举行对话的注定失败。 教宗也说有些人指出对话是中国的时机,但他认为这是天主的时机,让我们平静地向前推进。 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今天在例会时说,外交部相信教廷在与中国对话的同时,也必然会正视中国政府限缩宗教自由的情形。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天主教地下教徒面临的挑战都非常关切,也都期许教廷能保护长期受到压迫的教徒们,让他们免于恐惧,不再牺牲。 李宪章也强调,外交部及我助教廷大使馆均持续密切关注相关发展,对于实际情况也有充分掌握。 基于互信,台反双方保持密切联系,教廷一再强调犯中对话是为了解决助教任命等教务问题,不涉及政治。 我政府审慎看待犯中对话的过程,李宪章说,台湾作为宗教自由的良好典范,将持续与教廷合作推动教宗强调制国际慈善及人道援助工作,以彰显双方邦义所代表的普世价值。